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女排已经是集训完毕 那么目前将会奔赴国外参加世界女排联赛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的大名单没有丁霞也没有朱婷的存在 那么很多球迷在外界也是议论纷纷 因为在去年的比赛中朱婷已经拒绝回归中国女排 这一次再度无缘国家队女排联赛的话 很多球迷都觉得朱婷是不是在故意远离中国队呢 就在最近上午11点 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近期有三大官媒是接连点名朱婷 提到了他这一次没有回归中国女排的一些具体情况 从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官方的态度 以及教练组这边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呢 在最近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工人日报呢 都纷纷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当中发表了报道 提到了朱婷这一次缺席中国女排比赛的具体情况 而且呢也分析他的伤势伤情 认为朱婷现在的一些伤病不足以支撑中国女排这么高强度的比赛 最终的话就暂时和我们中国女排告别 不过呢他们在这一个点评里面呢 也重点用14个字来点出了朱婷呢 接下来的一些具体去向 那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朱婷接下来休息好之后呢 还会回归中国女排 而且蔡冰也表示呢随时欢迎她回来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朱婷不能够回来固然是一个遗憾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特别遗憾的消息 毕竟呢我们很清楚呢 其实朱婷现在的手腕伤势啊 确实呢需要好好休息 我们不可能强迫她回来 而朱婷不在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很多年轻球员来说 也是一个提升自我锻炼的机会 能够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对于我们教练主而言 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新人 包括在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候 蔡冰已经明确表示 中国女排目前的实力 可能也就林莹这个点比较强 其他方面呢都会比较弱 所以她在最近的话 是重点着手培养更多的年轻球员 当时我们也看到包括吴梦杰啊 众慧这些年轻球员呢 都纷纷入选了我们的集训队 而且在最近呢 还有多位年轻球员呢 包括00后的球员都登上了我们手座的大名单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 蔡冰是已经开始着手培养 注入更多的新鲜蟹月 我们不可能一直在等待张长霖和朱婷他们 我们必须要做好两手准备 所以加一打的话 我觉得对于朱婷这些老将来说 也算是变相在敲警钟吧 虽然中国女排现在还很需要他们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开始寻找他们的替代者 如果他们以后还是三番五次 拒绝回归中国女排的话 我们呢就会使用我们的第二套方案 利用我们培养好的接班人呢 来顶替他们 如果之后的阵容成熟以后啊 我们呢就不会再需要那些所谓的老将了 所以其实对于朱婷他们来说呢 中国女排固然非常的需要他 但是他也要尽力的赶紧 恢复自己的身体 争取早日回归中国女排 将来呢和我们教练组才会有更好的合作 避免自己被别人替换掉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